好来看到台东县19号是新增了9名的确诊者 因此县政府也在人潮多的地点加强撑销 另外对于确诊者足迹 包含了校区也派员进行环境清销 让民众有安全性的环境 同县今天新增9例本土确诊案例 其中多数与成功竞相团有关 而目前台东今年累计到101名确诊者 县府除了针对确诊案件相关活动足迹进行清销外 也特别在市区人潮较多的地点 像是火车站、市场、商圈等地加强清销 而环保局指出台东县内各公所清洁队 除了平常排定进行的环境清理工作外 另外对于确诊者足迹包含校区 也会派员进行环境清销 要让乡民还有游客有安全性的环境 借陈恩如台东市报道